今天我们来给粉丝挑选一只长毛的猜拳 老板不在家 据说给我留好门了 我们这个视频一定要留好 不然的话少了什么东西 给老板说不清楚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怎么空空如也 你听那边有口叫 咱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老板不在家 咱们是不是把这个笼子给他带走 那时候方便装上去 听说里面有狗 可能就是这一只 这边还有两个 一只 很大 它是杀骨的 它是杀骨的 咱们把那个小牌子推出去来看一看 这边咱们把这个消耗毒的 这个一次性安全手套 得戴上它 吹一口 这个消毒会更安全 咱们来看一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草毛猜拳 有的人认为它是尸隔 但是上一期我给大家介绍过 这种东西可能会是 猜拳以后的一个流行趋势 所谓的这个草毛脸 草毛财 它只是这个脸更大一点 脸上的毛会更多一点 还有腿骨这后面的毛会多一点 尾巴这毛会厚一点 身体上它不会变长毛 还是短 看着就是比较夸张一点 也就是极端体的柴犬 也叫长毛柴犬 到后边可能会成为柴犬的 一个主流趋势吧 这个就是网上最火的 也叫熬败脸 熬败 那这个是谁啊 长得箭嘴喉塞的 还这个追着脸 这个网红呀 这一个我告诉你 这个家伙厉害吧 我告诉你 这是乾隆打出敖外的这个内部 普分瓦解他的联盟的 这个家伙你看长得渐渐的 笑起来 这比起看都是我小宝 我出手了你 网红哪有长这样的 网红 追着脸是吧 这一种啊 现在标准材已经被推到了一个巅峰 为了就是再次的炒作 所以说 现在繁迹者他们推出了这一种长毛材 它看起来更夸张 脸比这个普通的更大更圆 那这个是长毛的好还是短毛的好 你这话是问的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知道吧 我不刚刚跟你说了吗 这个长毛的炒作的水分比较大 然后脸部呢更夸张一些 像这种短毛的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就是比较亲民吧 然后无论是价格了还是颜值了 就是比较亲民的 像这一种效果 精力比较旺盛 然后比较黏人 非常的活泼 是伴侣犬 优秀的伴侣犬 陪伴个老人了 陪伴个孩子了 对不对 尤其是这小孩放了学 不要老是让他玩手机 牵着狗溜溜狗 培养他的爱心和耐心 锻炼一下他的这个责任能力 动手能力 听人听 上期分车都算了 埋狗不说价 剩你干不大 像这样的食堂价值应该再做到 像这一种啊 我刚刚不说了吗 现在这长毛的炒作的水分比较大 像我们今天给粉丝挑的这一只 脸非常的干净 还特别圆的 不像这一种 脸你看 有点黑 没有反干净 但是到后期的话 他还是会褪色 像我们这一种给粉丝选的这一种 基本上就是无位数起步 看 像这一种网红 追字脸的网红 这一种价格就比较低一点 经典的转毛的 像这一种尾小宝类型的 借鉴的 起步基本上就是两三千嘛 纯种的 如果是那种双血统的 脸更大更圆一点的 那一种差不多五到八千 再好的吧 也没啥意思 自己讲的玩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